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 我是股市大胸 陈学金陈老师 今天台北股市呈现的一个 震荡走低的一个格局 那么对于今天的一个拉回 有需要担心吗 区间震荡 各股表现的一个格局 是否有因此而做改变 我想今天 可能有些人 可能又开始会紧张 那么为什么会紧张 因为看到很多的一个涨高股 今天纷纷的一个下沙的拉回来 譬如说像东哥游艇 今天是下沙跌停 包括的一个Trade GDP 的一个概念股的一个贝利 或是智通 今天都中错大底 那么甚至包括的一个 军工概念股的一个雷虎 以及包括的一个龙德照 四星KY 或是龙钢 这些今天都是出现这个全面的一个下沙拉回的一个走势 那么从这些的一个股票的一个拉回 我想不免又会让很多人开始紧张起来 那其实对于这些的股票 涨多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拉回 其实是很正常 因为股价不可能每天涨 涨多总是要做一下的一个整理 那么重点是在整理的一个过程当中 整个的一个区间震荡各股表现的一个格局 是否有做改变 虽然今天许多的一个掌勾股 呈现的一个下沙拉回的一个格局 但是我们同时我们却可以看到 在多方持续聚焦的一个五大的一个体材 包括这个AI的一个信用的一个体材 还有军工的一个概念股 比如说保育掌银板 风达科这是做的一个金属的一个扣件 那么甚至包括的一个合成 复合的一个材料 防荡衣防荡板 以及5G的一个基建 比如说像华兴科 还有合琴控 包括的一个除能概念股的一个升威能 以及部分具转机成长体材的一个升级股 哇今天那个表现仍然是相当的一个强势 持续维持市场人气不坠 所以从五大的一个体材股票的一个上涨 很清楚可以看到 其实市场的一个人气都还在 主力并没有利益 然后再来 包括的一个美国联总会 预期在五月 可能在升级一马之后 那么市场大家也纷纷预期说到年底之前 可能联总会的一个降息的一个共识 也越来越高 而这些都有利于整个的一个国际之间 持续的一个涌向的一个 亚洲新兴市场的一个国家 所以很显然第一个资金面 仍然是处在相对有利的一个条件下 然后再加上的一个企业的一个库存 去划进入尾声将迎来补库存的需求 那么这一点 我们可以从预创的一个董事长说的 他说因为大部分的一个企业库存的调整 可能会持续到第二季 但是到了一个第三季 将迎来的一个旺季的需求 然后再加上的一个高效运算 AI 确得的一个GDP 引动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零组件的一个需求 所以未来的一个行情将会怎么样 越来越旺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从这些的一个这样 这些的一个企业的大佬 也纷纷来呼应我们的一个看法 显然台股最坏的一个状况已经过去 配合下档不划游许多的一个低线买盘 加上不论是在季线 今天仍然是持续守稳在季线之上 也守稳在的一个季线 年线这些下档都具有相当的一个强力的支撑之下 所以在区间震荡个股表现的一个过程当中 重点还是在个股 宣估才是重点 那么重点来了 那么个股到底要怎么样来挑 怎么样来做掌握 怎么样来掌握到一档 具有主力标股标涨的一个机会 我想这些都是很多人所最关心的一个重点 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才能够符合主力标股标涨的一个机会 我常说主攻股必备三大要件 你想想看现在市场的一个法人 市场的一个大户都会聚焦在哪些的一个族群 哪些的一个体材哪些的一个个股上 所以很清楚主攻股必备三大要件 第一个一定会明先趋势做上涨 第二个必会配合现前的要求 一定是处在的一个多方的一个趋势 多方的一个结构的一个架构上 第三个一定会符合环境的意义 就像现在的一个Trade GDP 引动的一个相关的一个AI的一个狂潮 包括的一个军工题材的一个概念股 这就是符合环境意义的一个要求 所以从这三大点来做一个出发的话 我们很显然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的一个台积电 台积电礼拜四即将进行寡输 那么在台积电三月份 以及第一期手机的营收的一个表现 不如市场上的一个预期 虽然不如市场预期 但是这些市场法人都已经事先什么 事先打强心针了 也事先告诉大家说 预期台积电的一个营收 可能会持续剂减5到9% 那么整个这个下半年这个护输的一个 需求的一个力道可能不强 所以很多的外资现在的一个焦点 都已经摆在这个明年 摆在的一个2025年的一个 强劲的一个营运的一个动能 所以在礼拜四的一个法说 很简单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只要符合这些的一个要件的话 从过往的一个经验来看的话 每一次法说会过后 往往台积电都会有一波的一个这样 反弹的一个机会 是可以来做一个期待的 然后再加上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总裁位置的加 你可以看到在三月份的一个时候 当时候的一个股价在500多块 那么为什么他们敢的一个加码 买进之家的一个股票 看准的是什么 看准的是未来这个长期的一个 营运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动能 当然啦 现阶段他还不是处在的一个这样 主公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要件嘛 但是连总裁位置的家都敢买自家的股票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如果拉回了花 你觉得能不能够买 我可以告诉大家拉回 有拉回就有地阶上车的一个机会 那么重点是拉回到什么地方 会是一个的一个上车的一个好机会呢 很简单嘛 就像上次在拉回来到370 很多人不敢买 但是你看 去年12月10月26号 372代会员朋友直接买进三成多单 你看后来一波标到标涨当500多块 我相信你也看到了嘛 那么这一次你说他拉回会拉回很深吗 不会 我在这个地方我已经都花好了吧 就算他拉回 那我预计到连线或是下档的一个紧线之争 那么在这个地方都会具有相当强力的一个支撑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如果有拉回的话 如果有些那个中大资金的一个投资朋友 那么对于台积电你有兴趣的话 你不晓得怎么样来做布局 也欢迎你来找大师兄 大师兄来助你一辈子力 那么再来我们再来看 看货柜的一个长龙阳明跟望海 那么最近的一个长龙 三月份的一个营收意外式的一个向上 月增17.1% 那么整个的一个法说会上 总经理也表示 他说整个的一个第二季 那整个的一个运量 运价渴望逐步缓步维生 第三季的一个望季 仍然可以来做一个期待 但是重点在什么地方 重点就是因为整个的一个 的一个船运人的一个供给大过需求 所以整个运价就算跌很深 有机会做反弹 但是反弹上来都会遇到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阻力 然后你可以看到 目前这个连线的南市 呈现的一个盖头反押 所以你很清楚你可以看到 像长龙阳明万海也好 这些的一个股票 他虎不虎而大胸 跟大家说的主攻股三大的要件 很明显并不符合嘛 那么既然不符合的话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反弹上来要怎么做 当然反弹上来要懂得找卖点 反弹上来要懂得来换股炒作 我想这一点你一定要非常清楚 千万不要像过去一样 我看到有些投资朋友 长龙阳明万海 套在的一个200多元的高档上 到现在动弹不得资金卡在那边 说真的你也不是犯华 这也不是犯华 所以说如果说你有这些股票 你被套牢了 你不晓得怎么样来处理或调整 也欢迎各位来找大胸 那么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像IC设计的一个龙头联华客 过去这一波无机资产反弹上来 来到的一个795块之后 去年美股大赚超过7个股本 获利表现真的是很棒 但是你可以看到 手机营收却是月减的一个超过的一个32% 而且赶在莲花科4月28号的一个 划说会之前 高盛证券出了最新的一个报告 他说基于智慧型的一个手机 大价的一个竞争 还有晶片获得一个 三星手机的一个采用量下滑 等等的因素 所以你可以发现 外资对整个的莲花科 今年的一个营收 以及它的一个目标价 做一个调价 所以很显然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不符合主公股的一个要件 并且股价跌破的一个月线 跟季线转落 那么像这些不符合主公股的 一个要件的一个股票 如果有反而上来 很简单 你就是要懂得换股操作 都是要懂得换股操作 那么到底有哪些的一个股票 符合这三大要件的一个需求 很明显 就是在我跟他说的五大周旋 包括AI 新应用体材 军工概念股 武器的一个基建 除能 尤其现在电费的一个调长 还有台电的一个电网 的一个商机 四周的一个千亿元的一个商机 包括的一个生计 随着一个解锋的一个开跑 那么对于整个的一个 抗磷血药 还有阵痛剂 这些的一个需求 的一个暴增 也带动了部分的一个 生计制药的一个股票 的一个云运的一个暴发 所以我想这五大的一个题材 都是目前市场的一个法人 跟大户持续聚焦的一个主轴 我想这一点很重要 你第一个你一定要把 整个的一个产业 整个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环境 你先把它的一个搞清楚了 因为当你搞清楚 你能够充分的一个掌握之后 你才知道 我接下来我到底 我要去选择哪些这个股票 来操作 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 那么为什么这一波这个 确的这个GDP 这一波会引动的一个相关的 一个零组件的一个 需求的庞大商机 那很简单 因为这是一个化时代 的一个产业的一个革命 而这背后所隐含的一个 商机是非常的一个巨大 因为它需要的一个 大量的一个资料 还有超高运算的一个 运算的一个能力 尤其根据这个NVIDIA 这个执行长黄仁勋所说的 因为AI的一个 这个模型规模 预估每年将扩增十倍 那扩增十倍 你想想看 这些的一个模型 它需要大量的示伏器 那示伏器的一个效能 将会为晶片 还有云端示伏器 还有相关的一个产业 带来相当庞大的一个商机 就连很多的一个科技的一个巨破 微软也好 Google也好 甚至特斯拉的一个 马斯克 它都要怎么样 进军AI的一个市场 那么进军AI的一个市场 那你想想看 它需要大量的一个GPU之外 它深度的学习 庞大的一个资料库的一个运算 对云端的示伏器的一个速度 要求也同步提升嘛 所以随着一个整体应用加速的一个导入之下 将有利于示伏器供应链出货的一个动能 的一个成长 搭配的一个英代尔 AMD 新世代的一个处理器平台的一个 新品接力上市 所以这些都会带动的一个相关的一个 AI体的一个概念股 的一个火红的一个上涨 就像示伏器的一个机箱 你可以看到 银帮 它去年 它大赚了一个超过的一个11块 前年才赚3块多 那么营收计增超过100% 那么社会整个的一个 这个Trade GDP 带动推升的一个AI的一个市伏器 加上英代AMD陆续的一个推出 所以进一步的一个提升整个的一个 资料中心跟效能跟安全性 所以也推升伺服器的一个机格出货的一个成长 第一个产业对了 股票对了 那产业对了 股票对了怎么做 很简单 你可以看到 3月16号回撤107.5 的一个这样 这个支撑有手之后 然后 站上 的一个均线之上 十字线 月线跟季线之上 那站上均线之上 符合大雄跟阿梭的一个主公股的三大要件 量增价涨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符合主公股要件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来做一个锁定 结果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这一波能够连倍的标涨上来 当然现在来到这个200元的一个光卡 一定会震荡了 不是叫你去追 但是大雄要告诉大家的是 你怎么样去挑选一档对的一个股票 挑选出一档对的一个主力的一个标股 然后大赚一波上来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像清晨 清晨他也是 这个伺服器的一个大厂 也因应整个这个AI的一个人工智慧 TRACT的一个GDP 带动这个AI的伺服器的一个需求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些的一个股票 他符合主公股的要件 今天开高风量开高大涨上来 你看为什么今天能够连面不要涨 这背后都有他的一个原因跟理由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我会带会没有 去锁定815的一个脖子 脖子你看到的一个营收 你看到了可能老师手机的一个营收 会有人说手机营收 还衰退 像这种的一个股票真的可以买吗 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往往都会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界定 往往都是看到过去的一个财报 但是大家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的是未来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加上的一个量增价长惯性改变 所以为什么我在4月11号129 12号135 14号138 我会带着我的一个会员朋友买进 而且一出手就是直接买进多单三成 买进之后你看昨天涨停 今天持续大涨上来 当然今天的一个成交量 有稍微放的过大 放的过大 当然短线就会震荡 我在群组上我也特别提醒大家 我说今天再重新高 要赚多少看你时机 那真的是恭喜大家 短短几天一个时间 价差也都将近三成 一张价差36.5块 卖多10兆就好 10兆就可以开心赚进36.5万 那么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的一个ASIC设计的一个四星 可以玩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第一个它产业 也是处在这个成长向上的趋势上 我想这一点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然后呢 股价涨多了 短线一定会整理 所以为什么来到1385块 创新高 这个地方我不建议大家去做最价 因为你真正要买的时候 是在什么地方 930 945 2月23号 当时候你如果说 懂得跟上我们脚步 你看 当时候刚好要起掌的一个位置去 你第一时间你懂得做掌握的话 你看这一波 是怎么样一路的飙涨上来 当然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目前 我们加码当开心获利换口袋了 我们破单单仍然是续报 我们再等待一个机会 等待什么机会 等待它的一个 拉回下一次的一个 低阶上车的一个机会 那么到底拉回 会回到什么地方 会是出手的一个好机会 其实很简单 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你可以看到上次是从季线 直稳 然后直接拉一波上来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让 在对的一个股票 对的趋势上的一个股票 因为它短线涨幅已经过大之下 短线当然要做一个整理 但是通常这种的一个股票整理 来到如果有真的有机会再次回这个季线 或回这个前波几线的支撑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又会是一个非常难的机会 又会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这样各位懂了吧 那么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散热模组的一个双红也是一样 这一波的一个表现 也非常的强 因为整个这个AI的一个高效的一个运算 那么对于整个的一个解热的一个方案 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激增 所以刚好双红或是齐鸿也搭上 这一波的一个产业趋势的一个主流 第一个趋势对了 股票对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3月21号我会带会员朋友去锁定 因为低档量争嘛 镇上的一个人 的一个均线之上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他准备要花动了嘛 既然准备花动了 我们不都说我们就是顺势什么 顺势大专一波上来 不准买借让别人来帮我们做抬交 你看这一波这样一波的一个拉财 才短短不到一个月的一个时间呢 哇这样足足拉抬的将近五成 将近五成 这就是我们带会员朋友的一个 选股的一个策略 那么当然涨多了 这个时候去追吗 当然不要 毕竟他已经涨多了 涨多了他要做整理 但是他在对的一个趋势的一个 的一个架构之上 像这种股票我可以告诉大家 他不会说我只涨一波就结束 你放心 这种股票他拉回一定整理过 未来一定还有第二波 那么到底拉回 他拉回到什么地方 会是一个好的一个机会 如果强势的话 够强势就是月线 那么要不然就是 的一个仅限的支撑 所以我都已经划线 划好了嘛 什么地方会是一个 这次出手的一个好机会 如果你不晓得怎么来掌握 你来找大雄 大雄来助你一辈之力 那么如果你想进一步的一个了解 那么除了像这些的一个股票 AI相关的概念股 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可以来做一个留意跟关注的 那大雄也会都在 Nine的或Telecrate 巫师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想进一步了解的一个投资朋友 也欢迎各位 加入我们标股新的地 Nine的或Telecrate的群组 还没加入的一个投资朋友 QR Code 赶快上标一下 加入只要成为我们的会员 真的是好处多多 好处多多 然后再来 除了AI相关的一个概念股之外 我也告诉大家 军工的一个体材的一个概念股 绝对也是经典的一个多方 聚焦的一个主軸 原因很简单嘛 除了地缘政治的一个紧张 国防的一个军备的一个竞赛 然后包括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美国 也要率高达25家的一个美国军火商 将派代表来台湾 跟台美要进行联合生产的武器 这个事宜 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一个商机 而这个商机 我想它还会在持续的延烧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今天的一个 今天相关的一个军工的一个概念股 比如说像金属扣签的一个风达科 保一合成 今天持续量增长 比如说我们以保一来看的话 你看哦 保一你可以看到他去年转亏为盈 不过才赚0.28 但是什么 随着一个这样的一个 疫情解锋 包括的一个航空 的一个公司旅游量的一个逐步的加温 加上的一个这样 国防军备竞赛的一个开跑 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随着一个这样低档量增冠性改变 股价站上的一个军线之上 只要符合大修告诉大家的一个主攻股的一个这样 三大的要素 就是立马飙涨上来 你可以看到这一波怎么飘的 当然来到的一个五字头了 已经飙涨的超过一倍多了 来到五字头了 如果你持有的 当然你在这个地方 你仍然可以续报受好频率就可以了 你就随时留意嘛 第一个 他不要出现爆量不涨 尤其爆量长黑的时候代表短信要整理 像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 你可能就是要懂得怎么样 把资讯收回来 那么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了玻璃的一个桃子的一个合成 哇也是啊 社会整个的一个转型的效益的一个显现 那么积极跨入的一个整个的一个 的一个复合式材料的一个开发 包括的一个环弹的一个桃子 环弹板环弹衣 环弹公式包 还有包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衣材 还有车用 以及什么 全职的一个的一个的一个牙冠 你可以看到 他也是处在这个对的趋势上 所以你看到的一个过去的一个财报 maybe不好 但是你可以看到哦 社会整个的一个转型的效益显现 未来的一个产业前景看好 他符合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条件 这个假设的一个条件 然后配合的一个低档量争 惯性改变 这样的一个均性之上 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 你看 为什么最近能够立马标 连标四肢的一个涨零板 那当然啊 有些股票涨多了 当然不是叫大家去做这价 往往这种股票涨多了 如果说你低档有满的话 你就随时留意 留意他如果是出现爆量不涨 或爆量涨黑 那像这种股票 你我们在操作策略上 第一要务你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先把质型收回来 这样各位懂了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哦 这一波我们待会没有掌握到的保证光 那保证光当然涨多了嘛 连标七个那个涨零板 目前我们破断单我们能来续报 那像这种涨多的股票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带你去追加 新会员永远不用帮旧会员来抬轿 但是你可以看到像汉翔 汉翔这一波今天是震荡的一个拉回 那么今天震荡拉回 你说他结束了吗 我可以告诉你他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结束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可以看到不仅在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国防啊 的一个高轿机的一个价值啊 包括的一个跟的一个技艺啊 旗艺啊的一个签订的一个发动机的一个 10年的一个长期的订单 那么这些的一个体材 目前才刚刚开始发现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拉回能不能够买 我可以告诉大家能够买 因为整个的一个量价的一个结构 这个配合能源是相当的漂亮 当然买点的一个机会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他上一次是沿着的一个 这个月线啊 当然啊 这次高小豆你说他要拉回到月线 几率不大 但是有没有机会 如果说他哪一天真的来到的一个 的一个十日线或五日线的话 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具有成长体材的一个股票 如果要拉回的话 是不是可以来留意 包括的一个这样 包括的一个这个龙头造船也是一样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你也可以看到啊 在国建国造的一个价值之下 不论是今年营收 不论是获利都渴望大爆发 渴望持续大爆发 那股价才对着一个产业对着趋势 股价才怎么样 才飙涨一波上来 而且整个一个量价的一个结构 目前的一个配合仍然相当的漂亮 所以像这种股票 我可以告诉大家拉回就是机会了 那这个机会怎么样来做掌握 甚至包括的一个这样 包括的一个龙钢也是一样 今天这个震荡的拉回真的很漂亮 因为像这些这个股票 目前的一个量价的一个结构 都还没有遭受到破坏 所以像这些的一个股票 如果拉回到底拉回到什么地方 又会是一个上次的一个好机会 你也不知道 赶快来找大胸 或是赶紧加入标股新年地 哪里得我带到过 还没有加入的投资票 Q1给我赶快扫描一下 那只要成为我们的一个好朋友 大胸都会无私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那除了AI性应用体材 跟军工的一个体材之外 然后包括的一个这样 包括的一个厨人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身为人 身为人 为什么这些的一个股票 台电的一个电网的商机 这些股票能够连面的大涨上来 包括5G的基建 这些都是的一个基建 持续如果如图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展开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核琴控也好 像上全华星光 华星光去年转亏为盈 然后手续的营收持续大爆发 所以像这些的一个股票 如果说他才刚刚放量转强上来 要符合大胸告诉大家的一个 主光股的一个三大要件的 一个需求的一个个股 那这些的一个股票 我觉得就是值得大家 持续来做一个关注 那除了这些的一个股票之外 那么还有哪些的一个主力标股 是你非赚不可 绝对不能够再做过的 如果说你想要 进一步把握了一个投资朋友 也欢迎各位 加入标肯心 你哪里得我带着过 只要成为我们的一个好朋友 大师兄都会无私 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一个赞一次分享 真的无限感恩 有你们热情的一个支持 是我最大的一个动力 如果你认同 大师兄的一个分析跟见解的话 也各位举手之劳 也欢迎各位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让更多人可以看见 我们的一个影片 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 或者想知道更多 也欢迎各位 在底下留言板 你留言写清楚 让大兄知道你在想什么 那我也会针对各位的留言 随时跟大家做一个 完整的一个分析跟分享 如果你认同大兄的一个操作 里面跟作法 也欢迎各位 跟上我们的一个脚步 第二波正在公主花旗线上 全新主力索码标股 博字第二大兄 都要大家传好 想要跟上的一个投资朋友 也欢迎各位的一个来电 大兄给我们的一个 给大家三大保证 第一个保证 严选民门政派 有价有量的一个好股票 第二个保证 持股集中绝不散弹打鸟 所以你会发现 很多的一个专家 为了做生意 可能会带你去做最价 或是买了十几档一个股票 那这是别人的事 不干我们的事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一组会员 我们持股就是把它集中 可能两档三档 我们就是把持股集中 帮会员朋友 创造最大的活力 一定是买最好最棒的一个股票 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颜色停损停利机制 那如果说你认同大兄的一个操作的理念 以及看法 也欢迎各位跟我们取得联系 黄金当骨 全面专案家 大兄拿出最大的诚意 给你想不到的一个折扣 到底有多大的折扣 你把这通电话 打电话进来你就知道了 并且你只要来电金三民 办法手续的一个投资朋友 同时你还能够拥有大兄 私人耐 让大兄亲自一对一指导 手把手带你来布局 这是你翻转人生的唯一机会 股票不对了 换股操作 跟错老师 换人操作 你不要想太多 加入大兄主力标股的一个会员 持股涨停 涨不停 将成为日常 赚钱将成为一种好习惯 想要把握下一波 这个主力标股 标涨机会的投资朋友 想跟上的一个好朋友 也欢迎各位 可以透过以下的电话 跟我们县上女担人员 来取得联系的动作 02-23219933 0223-0 QQ33 我们明天同一天见 拜拜 本公司以往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银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